中共军队陆军司令里做成 日前以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身份 在国防部接见巴基斯坦军方代表团 正当外界关切防风挥去向 有海外媒体报道称 其将调入中共政协出任闲职 同时接受中央军委军纪委的反贪府调查 分析认为防风挥去职 在中共十九大先军后党 习家军形成的步调中 背景不干净的防风挥弱附先 恐怕是要其腾出职位供习近平占领 李作成以联参参谋长身份出现在媒体 中共国防部此前并未发布任命通知 而是在其网站上披露其新身份 外界认为事发突然 网上同时传出中部战区司令员韩卫国将解体 李作成担任陆军司令员 对于李作成的声任 外界并不意外 自由亚洲在报道该消息时认为 李作成得到习近平的器重 一来是其背景干净 先前的试图置缓 主要原因在于已落马中共军委员副主席徐才后 与郭伯雄的负面影响 这正是其近平十分关心的事情 二来是其有作战经验 并指其在1979年的越南自卫反击战中有立功表现 是难得的有实战经验的将领 而南华早报则指出 李作成是军委副主席的现实候选人 不过 李作成目前还不是军委委员 若跳急 则将首开先例 防风辉拒绝在逆转 习近平此前的重用难以解读 海外博文社27日报道称 防风辉日前被免之后 已确定安排到全国政协任闲时 同时接受居纪委调查 报道显示其消息来源于军方消息人士透露 该报道还称 防风辉的问题与中共前朝遗留的军队 普遍存在的买官卖官 贪污受贿一样 18日后军纪委 接到有关防风辉问题的举报 方已经向当局退赃超过上亿元人民币 上述报道还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之 防风辉与原中央军委副主席 已落马被叛求的西北狼郭伯雄关系密切 曾经是郭手下的得力干将之一 仅从郭手下的得力干将之一的说法来看 郭伯雄在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期间 防风辉在兰州军区下辖陆军第21集团军任副军长 军长期间两人应有所交集 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 中央军委委员房峰辉被外界视为胡锦涛的爱将 其曾经担任中共建国60周年阅兵总指挥 并在习近平居改前的军委总参谋部 总参谋长职位上力挺习近平军改 随后还转任连参部 仍旧担任参谋长 多方报道都指房近年来一直受到习近平重用 金秋十九大上有望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 并升任中共军委副主席 不过在郭伯雄落马后 当局三令五身清除余毒 与郭伯雄有关联的多数将领都遭到当局调查 而唯独房峰辉被习当局重用 这只能证明习近平曾排查过 但仍旧不放心 并要加快在军委中 安插信德国的将领 这才导致房峰会贪腐 而从国文社发出无数虚假独家消息来看 上述消息还带证实 中共十九大先军后党 习家军形成 据港媒星岛日报报道 中共为十九大顺利召开 所施行的步骤是先军后党 首先鼎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名单 全面形成习家军 据理做成公开亮相后 还有一批后任军委委员将以新职亮相 报道分析说 中共中央军委领导层除了主席 两名副主席和国防部长 通常还包括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 政治工作部主任 后勤保障部长 装备发展部长 以及陆军 海军 空军 火箭军的司令员 从目前习近平安差的人马来看 海军政委苗华将解替张阳担任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 很快走马上任 消息人士的透露表明苗华将会是新军委成员之一 相似与习近平的敏江旧部 苗华处长正公布 相当于替习近平掌管全军人士 中部战区司令员韩魏国将解替李作成担任陆军司令员 北部战区司令员宋普选解替赵克什任军委后勤保障部长 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尚服 接替张右侠任军委装备发展部长 北部战区空军司令员丁来航接替马晓天任空军司令员 按此说法 韩魏国、宋普选、李尚服、丁来航或都将成为新军委成员 此外范长龙退休 需其量顺次接任常务副主席职位 而装备发展部长张右侠将升任军委副主席 报道还称 中部战区副司令使鲁泽洛马 已产生连锁效应 中部战区及战区陆军领导系统 近期也将进行人事微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